美国有民众收到不是自己订购的包裹 疑似遭到刷单诈骗 店家寄出低价值商品 然后以顾客名义在网站上给予店家好评 以获得更多客户 也代表民众各资已经外泄 两名美国海军水手 因涉嫌向中国出卖军事情报被捕 包括美国在印太演习作战计划 海军部队调动两栖登陆和后勤等细节 蒙古总理访美双方将开通直航 并深化合作开采稀土 卡努台风将回马枪二度袭击日本冲绳 预估周六暴风圈笼罩 纳巴机场急满抢时间赶搭机回家的游客 南韩持续高温 世界同军大陆营数百人中暑 本周最高温恐破38度 政府发布高温严重预警 美国前总统川普四个月内第三度出庭 因试图推翻2020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以四项刑事重罪遭到起诉 川普全不认罪 并指控拜登政府政治迫害 英国央行在升息一马 连续14度升息 利率创下15年新高 英镑一度重贬至五周新低 会欲调降美国信贫后 抵押贷款机构信贫跟着降 让美国民众买房更困难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卡努台风远离台湾了 目前滞留重创日本冲绳地区 接下来因为太平洋高压威力减弱 所以卡努应该会回头二度袭击冲绳 之后他会往北直扑九州一带 那怕机场只有短短的风雨 战歇重启服务 安排临时航班 将旅客送离灾区 而东北亚的南韩是持续高温 疫情之后第一次的全球同军大露营 从活动第一天就不断有人在南韩中暑 目前中暑送医的已经突破百人 冲绳地区持续轮到在台风卡努势力范围 狂风暴雨 整个冲绳一片狼藉 植物建筑物倒得倒 断得断 一棵300年树林的大树 也没能撑过强风吹袭 近来的风雨威力 因极端气候越发强劲 卡努受到太平洋高压限制 连日几乎原地打转 根据日本气象庭预测 原本包围卡努的高气压东退 等于让出了一条通道 另外海水温偏高 有助势力增长 照目前大气条件 卡努将继续壮大 并回头再席冲绳 之后北转直撞九州四国地区 那規空港飞入公学航体前 今天空前辞лять 反昌后 一阵道急か 一阵未来 晚平津drum 两天的那把机场 趁着太平洋 稍微拉开距离之际 赶紧重新 並安排臨時航班 送外地人返家 旅客趁風雨戰歇趕快跑 在地人則是極盡超商囤貨 以免颱風期間斷糧 卡努牛布用回馬槍 重生人叫哭連邊 一夜彎 無預警停水 至少兩萬戶家庭斷水 這副緊急派水車 贈解用水需求 斷水之外 斷電恐怕還是最麻煩的 尤其是冰箱 失去了保鮮保冷作用 裡頭的生鮮乳製品 全都浪費了 沒電可用 冷氣也變成裝飾品 颱風期間門窮緊閉 屋裡潮濕悶熱 簡直把人逼瘋 重生縣遭遇五年來最大規模停電 目前至少仍有10%的家庭磨黑度日 電力公司預估 周末搶修完畢正常供電 防災專家提醒 等待電力期間 建議除水並適時浸泡手腳 或用石毛巾擦拭身體 也可以利用噴霧 擅自為身體降溫 避免發生室內中暑現象 另外可在風雨來臨前 製作大量冰塊冰凍飲品 若雨斷水斷電 也能為身體補充水分 安用 說到中暑 南韓近日也連續飆出高溫 戶外活動存在致命危險 但是第25屆世界同軍大露營 中二在南韓熱鬧登場 總統隱形院 英國著名冒險家貝爾吉洛斯 受邀參與開營儀式 這是新冠疫情以來 首次的全球同子軍大會 吸引超過四萬三千名同子軍參加 不料天氣實在太過炎熱 活動從第一天起 就不斷發生中暑送醫 已有六百多人接受治療 北半球今年因西風帶蛇行角度大 熱空氣集中部分國家與地區 東北亞正好處在炎熱區段 導致夏季酷暑沸騰 在烈日曝曬下 首爾多個知名景點 包括景福宮 市中大王銅像都超過50度 整個首爾熱的發紅 南韓官方統計 目前已有數十人因高溫死亡 行政單位啟動預算 除協助同軍露營順利進行 也將幫助清漢家庭對抗旋下 第一日新聞新聞報道 Focus還是停留在南韓 南韓的社會治安 這兩天很不平靜 在星期三的傍晚 星期四傍晚 在南韓成堂市地鐵書現站 23歲快遞員開車 衝上行人道 撞傷五個人之後 又走進地鐵站裡面的百貨公司 隨即砍人 造成14個人受傷 其中兩個人目前宣布惱死 今天早上在南韓大田市的高中 一個老師遭外部入侵的年輕男子砍傷 失去意識 這是這所高中的畢業生 在網路上引發模仿風 出現了四篇 最少四篇預告殺人的文章 黑衣男子大搖大擺 走進南韓成堂市 蓬堂區地鐵書現站內的百貨公司 結果下一秒竟拿出刀 開始追著人跑嚇壞大家 這起案件發生在當地周四下午快六點 正式下班尖峰時刻 嫌犯先開車 衝上人行道 撞傷五人後 再闖進百貨公司隨機砍人 警方接獲通報後 五分鐘內逮到人 初不了解 嫌犯從犯案前一天就買好兇器 由於嫌犯公司混亂不清 警方也對他進行藥檢與酒冊 初步結果為陰性 嫌犯也沒喝酒 但更令警方憂心的是 書現站事件發生一小時後 網路上竟然出現四起 地鐵站殺人預告 所爾警察庭表示 目前已經收到 十篇與殺人預告 類似的激進文章 並開始追蹤發文者 阻止有模仿犯 出現在傷害民眾 南韓總統 임希悅 也下令所有警力撤查 採取應對措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在美中互動的方面 今天過招交手的是間諜案 美國海軍指出 有兩個在中國出身 然後規劃美國籍的海軍中士 和海軍水手 8月3日 司法部指出 他們向中國方面的情報人員 販售非公開的敏感軍情 如果罪名成立 這兩個美國海軍裡面的間諜 將會面臨20年到終身監禁的徒刑 另外應對北京當局 祭出關鍵礦物 包括了主的出口限制 因此美國轉向拉攏蒙古 試圖透過對方的豐富蕴藏 避免稀土供應 受制於北京 向來被視為強大戰鬥力代表的 美國海軍 金船內部出現間諜 美國司法部周四起訴 兩名涉嫌泄密的海軍官兵 兩人都出身自中國大陸 出賣情資的對象也都是中國 美方起訴書中指控 來自加州的26歲趙姓海軍中士 從2021年8月到2023年5月 把美國在印太地區進行大規模軍演的作戰計劃 以及日本沖繩美軍基地內的雷達系統資訊 還有海軍部分設施的安全細節等 非公開敏感軍事訊息 泄露給冒充研究人員的中方情報人員 另一個被控洩密的22歲 未姓海軍選手 只為了區區幾千美元 就從2022年3月起 向中方情報官員出賣他所服役的 艾克薩斯號黃蜂級兩棲突擊艦勤資 包括這艘類似小型航母的內部裝備照片與影片 以及動力結構資訊等 調查發現兩人都透過刪除與中方情報官員的通話記錄 並且使用加密通訊方法來隱藏自己的間諜行徑 根據相關檢控 照姓中是最高得面臨20年有期徒刑 至於未姓水手 因為申請規劃時就大膽泄密 被控嚴重被棄新加入的國家 最高可能得面臨終身監禁 而美國司法部近期揪出的中方間諜不止這一起 兩個多月前美方就曾經起訴包括前蘋果工程師在內的多名中國與俄羅斯公民 涉嫌竊取與自動駕駛相關的多宗商業機密 今年4月更踢爆北京當局設在紐約的秘密警察站 並且以違反間諜法等罪名逮捕兩名涉嫌充當中國公安部代理人的親中僑領 密集動作凸顯美方正加強查棄間諜相關犯罪 美方一邊反覆散布所謂中國間諜網絡攻擊的虛假信息 一邊毫不掩飾地宣稱要針對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情報活動 北京當局對美方指控一概不認 還反覆強調自己才是受害者 同時中方還拿著自家稀土產量占全球七成以上的獨佔地位 從8月1號起開始限制加和者的出口 試圖借此反制美方在高科技產業上的封鎖 為了避免被中方在稀土供應上鎖喉 美方一方面計劃與美國和加拿大業者簽約 透過回收加來填補供應 另一方面更積極拓展其他稀土合作對象 蘊藏量豐富的蒙古就是其中之一 不但國防部長奧斯丁 周四熱情接待首次到訪五角大廈的蒙古總理奧雲爾登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還宣告與蒙古簽署開放天空協議 計劃明年第二季開通兩國直航 雙方更深入討論稀土開採 以及銅礦等關鍵礦產的潛在合作 當前美中高度針鋒相對的氣氛下 尽管美方已經向上月底回任的中國大陸外長王毅發出訪美邀請 但至今未收到中方回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公開表明希望雙方有機會見面 正在美國訪問的中國大陸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司長楊濤 雖然在周三與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展開了會談 這是近期罕見的美中國安對話 但這個透過高層會面來降低摩擦風險的趨勢 能否繼續並且提升會面層級 仍有待雙方持續努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Focus留在美國又是川普的消息 美國前總統川普四個月內三次出庭 對於關於國會山莊暴動案四項刑事罪名 他當然是堅定的不認罪 而且又說是政治迫害 現在川普到底背了多少條起訴罪名 總共40條 而川普被列為被告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有五件 眾院議長麥卡錫力挺川普 同黨的前副總統潘斯卻明白說 川普當時試圖把自己的權力凌駕在美國憲法之上 這種人不適合擔任美國總統 就像過去坐在總統大位時一樣 川普來回紐澤西住處與華府 汽車換飛機排場夠大 但這次回到曾經工作的華府 原因不風光 在國會山莊暴動案中 川普遭檢方扣以四項刑事罪名 要到華盛頓特區出庭 支持與反對川普的兩派群眾 在華府聯邦法庭外吵得不可開交 起訴書中檢方指控川普 明知敗選還想繼續掌權 路透社最新民調則顯示 儘管川普在共和黨提名競爭中仍居於領先 但45%的共和黨籍受訪者表示 一旦川普遭定罪就不會投給他 我希望美國人知道 我無法抵抗選擇 然後那天 川普請求我把他抵抗 但我選擇了抵抗 我永遠會 我真的相信 任何人把抵抗自己抵抗 都不會成為美國總統 與川普共同經歷 國會山莊暴動的隊友已成對手 美國前副總統潘斯明說不挺他 還表示本來根本不希望這事鬧上法庭 路透社最新民調也顯示 只有29%的共和黨籍受訪者 相信川普對拜登團隊 在2020大選期間舞弊的指控 川普對拜登在這天 譬如說 當上兩年長度 超過兩、半年代 真正反而違 不同于先前川普在募款电邮中向支持者说的 自己可能被判561年行习 治安法官当庭宣布包括共谋欺诈美国 剥夺选民公民权利和妨碍公务等等四项罪名 刑期分别是5年到20年不等 川普不认罪 他的律师团要求2024大选后再审 检方则要求速审速决 而川普真正要面对的逐审法官楚侃相当不好惹 出生于雅麦加的初刊法官是前总统欧巴马所任命 600多位国会山庄暴动案被告中 三分之一逃过监禁 但初刊法官审理的被告 38人每个都得到玉里敦 刑期最重达5年 川普在搭机离开华府前再度表示 他所面对的是政治迫害 但身边人纷纷遭到连累 国会山庄案有6名共谋者 川普搭机离开华府为他撑散的 是在机密文件案中 也被起诉的助手诺塔 路透社民调显示 川普在共和党阵营内得到47%选民支持 至于第二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只有13%支持率 共和党人现在强调川普所受的是政治迫害 而拜登次子杭特则丑闻缠身 但拜登在德拉瓦州家乡度假 老神在在不及之辩驳 2024选战前 川普恐怕被迫得先打赢法律战 下次开庭日期是8月28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疫情过后这个夏天 电影票房是热滚滚 好多电影都成为大家不断讨论的话题 周末来了 我们来看这一个英国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 叫《一个人的朝圣》 他的故事是叙述一个男的退休了 收到老同事的来信 说自己离癌已经住到安养院跟他道别 他回想起两个人以前的身后交情 毅然决定徒步500英里到安养院 希望能够感动上天 让老友奇迹似的好转 在一个人启程的路上 他路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也看到英国各阶层的社会问题 退休后的老夫老妻 生活在一起却是貌合神离 某天老先生哈洛佛来 突然接到以前女同事昆妮的来信 告知自己离癌 向他道别 妻子试图转移话题 掩饰心中的复杂情绪 他若没有察觉 此刻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匆匆写下慰问信 穿上乐服鞋和风衣 准备到巷口的油桶投地 突然间回忆涌上心头 以前下班总是顺路在昆宁一城 身后友谊让他越想越沉痛 就这样一路走到了市区的邮局 他始终觉得自己光是记性还不够 犹豫的过程中 他到加油站买牛奶 巧遇店员一席话 给了他无比的勇气 他若心中燃起希望 相信只要靠自己的诚心 徒步走五百英里到安养院 就能感动上天 让老友昆宁的病情好转 择日不如撞日 他即刻上路 手上拎着牛奶 开始这趟冒险旅程 聪明间连手机都没带 哈洛的举动让妻子莫琳勃然大怒 慌了手脚的她决定找医师求助 电影《一个人的潮汕》 改变自英国同名畅销小说 由曾获奥斯卡肯定的英国老牌男星 吉姆布洛班特 和同为英国演员的 潘尼洛普威尔顿同台标系 本片在英国开出台币1.3亿票房 描述夫妻间长久未解的心结 和英国社会各阶层的问题 哈洛半路因为绞伤 遇上来自斯洛伐克的 一名女医师热心帮忙 得知她来到英国找寻新生活 却处处碰壁 哈洛继续她的旅程 为了省钱她露宿野外 饿了就摘树果来吃 或是捡食农家 摆放在门口的免费蔬果 路途中遇到一名男子 对方得知她的故事后 用手机拍了一张她的照片 上传到社群媒体 让哈洛成为网路红人 这时一名少年慕名而来 想摆脱克要恶习的她 和路上巧遇的流浪毛孩 一起与哈洛组成朝圣小组 哈洛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 也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和遗憾 希望能为这个少年做点什么 两人所到之处 吸引民众围观 媒体跟拍 最后甚至有数十人 自发性跟随 每天敲锣打鼓 但哈洛却越来越不开心 趁着天还没亮 哈洛带着流浪毛孩 脱队出走 妻子莫玲也在这时 反省自己多年来 没有好好处理夫妻间的问题 虽然没有陪在丈夫身边 但她选择为她打气 做她的支柱 电影《一个人的朝圣》描述每个人心中或许曾有一道伤痕 要如何提起勇气面对 进而治愈 是你我生命中的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当我们提到电动车的时候 您对于这个车款的样子 一定会有一个固着的画面形象 下面这则报道呢 就是踢破这个形象 越来越多玩家 把自己的古董车 赶装成电动车款 掀起一波热潮 负责专业客制化改装的车厂 订单接到手软 70年代款的保时接911 独特的复古流线造型 难以取代 现在经过这些工程师的巧手 还能让这些古董车 狠跟得上时代 这是一个1976BMW 2002 非常兴趣的车车 但非常兴奋 这特别的客人 决定他想要去 我们这样的个 listener 他出充足车车车率 当成这个考虑的鈴辣 这个是 我们总的喜欢出充足车车脑 我们爱这么爱 经验的安心 很丰富! 除了电动车交易 clue 创下佳机 現在客製化把經典款的燃油車改裝成電動車的商機也逐漸擴大 這家位在加州的改裝車廠想預約排隊改裝得要等4到5年 尤其特斯拉車款推出車廠利用車貨當中 沒有損壞的引擎以及電池模組就能讓這些復古跑車搖身一變成為滑電動車 車廠甚至還自己研發出改裝版的專用零件 看上電動車改裝商機不少大型車廠還有獨立的零件廠都推出相關的配件 但其實這些配件還有改裝技術整個客製化改裝下來價格也相當驚人 因此除了客製化改裝還有更多的汽車愛好者捲起袖子自己C.I.Y. 十四歲的少女佛男就從三年前開始靠著網路影片還有跟網友討論 試著改裝一輛保時捷的古董車 為了完成夢想也參加相關的課程學習 類似的課程關注度越來越高從兒童班到成人班課程報名全數爆滿 不論是業餘玩家還是專業技術人員都投入學習朝著電動車的改裝商機 體育夜新聞綜合報導 這是一個什麼都在快速變化的時代 傳統的百貨公司越來越少 太平洋上海的太平洋百貨徐家惠文是開業了30年了 8月底會關門 老百貨要轉型 而中國大陸的電商直播還在變 那就是現在出現了數位人直播 也就是不用靠真人帶貨 因為沒有辦法播24小時 數位人直播製作數位人的成本和週期大幅降低 所以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虛擬數位人 外牆的3D裸眼一幕 一隻大黃貓探頭探腦相當可愛 吸引路過民眾牌照留念 今年初上海學家會的太平洋百貨才裝飾新門面 但現在宣告8月底就要閉店 我在這裡工作78年了 然後它曾經是很輝煌的 1993年開幕的太平洋百貨許惠門市 位在商圈黃金地段一度是上海熱門地標 不過百貨經營30年時間 雖然內部做過改裝 但傳統經營型態顯然已經不受消費者青睞 作為我們本土小孩可能也會對以前的太平洋有點懷念 但是如果它還是按照以前那樣子的話 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沒有辦法吧 只能改 許惠門市必電後代表太平洋百貨在上海全盛時期的三家分店 全部撤出 其中2020年必電的不業成門市 最近才轉型成為商業綜合體 今天早上就過來剪個頭髮 然後他們家說我還是第一個顧客 和以前那種傳統的那種百貨商場那種感覺不一樣 商業也全都更新過了 我覺得還是跟上了我們現在的一些潮流 門市一二樓變成新的生活商場 有餐廳 理髮店 至於三樓以上則成了企業辦公室 百貨業相對就比較弱了 我們現在就把它局部的改成了辦公 科創啊 新型的一些企業啊 那麼研發機構啊 歡迎這些企業來入座 傳統百貨市為轉型求出路 大陸民眾的消費型態轉變 加上新科技輔助 現在就連電商直播 僱用真人都已經過時 好 那我們再錄一遍動作 我們從左邊開始 準備 一 二 三 開始 歡迎您的到來 歡迎您 歡迎您的到來 透過事先錄製 將真人聲音動作採集下來 之後生成虛擬數位人 大陸這家科技公司替電商製作數位虛擬人 從最初需要採集7000句以上句子 現在隨著數據模型增加 需要採集的句子數量 大幅減少到400句左右 第一部分就是採集 第二部分是標注 第三部分訓練 第四部分就是我們 就是可以開通了 整個這個生命周期的話 我們從最初的兩個月到現在 兩週就可以就可以做到 未來時間可能還會縮短 製作週期大幅縮短 差不多模式的虛擬數位人 只要稍微改變造型就可以不斷重複生成 成本自然從過去的高不可攀轉為親民 高品質的可能是百萬級 一般層次的可能在幾十萬十幾萬 那麼到了最近階段我們可以到幾萬塊錢 甚至幾千塊錢來租用的方式 價格變低後即便是資本較小的個人電商也負擔得起更願意嘗試 我一直在直播 我發現我的時間幾乎被綁架了 我沒有時間去給我的團隊開會 通過這個數字人呢 我發現他可以代替我去拍短視頻 也可以通過AI數字人 幫我去發表一些通知公告 與真人直播主相比 虛擬數位人可以24小時不間斷產出內容 輕鬆獲得各個時間段的流量 一家旅行社做合作 這個數字人就是直播了大概差不多20天 20多天以後 基本上每天能保證12個小時左右吧 然後就實現了大概一個月賣了100多萬的酒店券 而成本只有幾千塊錢 電商靠虛擬數位人直播 收穫效益不比真人差 而現在的消費者在意的也不再是誰來直播 我平時不會太在意主播是真人還是虛擬人 像最近我經常刷到酒店銷售 如果價格合適的話呢我就會下單了 大陸虛擬人帶動的相關產業規模 在2022年已經達到人民幣1866.1億 預計2025年將超過人民幣6000億 隨著虛擬數位人的應用場景越廣泛 大陸電商直播呈現出新趨勢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看的是詐騙型態 因為說到沒有訂購的包裹 東西是拿了 但是這是刷單詐騙全美國蔓延 商家透過第三方寄給顧客 他根本沒有買的商品 不過裡面大概價格比較低 然後呢代替消費者到網站上刷好評促進銷售 但是個資就因此外洩 美國愛荷華州引進行動身份證 只要下載手機APPID就能帶著走 當局預計下個月完全推出 不過目前用戶能夠先綁手機門號 上傳證件和照片 並且設置密碼 如果店家要使用 則必須另外下載一個APP來辨識民眾ID的真偽 但當局並沒有強制 因此民眾在使用前仍需自行向店家做確認 我覺得這時候 我喜歡聽聽一點點 如何看來 如何在世界上的工作 可能如何能幫助我們更加有效 不過隨著生活越來越數位化 雖然便利卻也可能暗藏危機 像是收到寫上自己名字和地址 但卻從未訂購過的包裹 這名受害者在社群群組上詢問後才發現 可能落入了所謂刷單詐騙的圈套 專家表示這是一種商家試圖欺騙電商平台的手法 因為只要透過第三方把商品寄出 送達後同樣會被標示為交易完成 如此一來就能刷好評促進銷售 正所謂免費的最貴 這也代表各資早已外洩 專家建議如果收到沒有訂購的包裹 除了通知零售商外也最好趕緊換密碼 舉報並且檢查銀行帳戶 不過除了要小心不明包裹 未來收穫的方式也變得更多元 英國皇家郵政首度採用無人機派送貨物 第一個地點便選在蘇格蘭東北部的奧克尼群島 由於島上的位置較偏遠 並且經常受到天氣干擾導致送貨中斷 因此希望新科技能大幅改善島上的郵政服務 同樣在測試無人機運送的海有比利時 成功地以客運無人機把醫療物資送達目的地 而且過程完全不需要飛行員在場 這台無人機時速最高可達130公里 還能乘坐兩人 代表未來也有望載上醫護及時搶救更多人命 不過儘管科技在進步 有些地區的運輸仍得仰賴動物 像是目前亞馬遜送到大峡谷深處的包裹 就還是由驢子派送 TVB的新聞總和報導 關注好萊塢演員 發起大罷工已經三個星期了 這場罷工很多A咖巨星默默支持 像全球知名的影后梅利史翠普 她慷慨捐出每金100萬元 給協助表演人的慈善團體 後續會有更多演員跟進捐款 包括喬治克隆尼 李奧娜多 巨石強森 他們都各捐100萬美金 好萊塢演員大罷工將近三個禮拜 遊行現場或許看不見大咖明星 但許多人都有暗中支持 奧斯卡影后梅利史翠普 就對提供一般表演人經濟協助的慈善團體基金會 慷慨捐助100萬美元 折合台幣3200萬 她在聲明寫記得自己當清潔工 打字緣失業的日子 她很幸運能支持這些長久下去 將陷困的人堅持與巨人戈利亞搏鬥 不只梅利史翠普 其他捐錢相助的 還有麥特戴蒙 李奧娜多迪卡皮歐 修捷克曼 巨石強森 尼可基曼等眾多A咖巨星 我希望我能夠成為華盛頓 我希望兩者都能夠繼續談話 不過演出媽的多重宇宙的女星 潔美里扣蒂斯則說 更希望當片商與演員間的中間人 並竟長久下去對所有人都有害 像是過往提供好萊塢拍片工作移動餐飲服務的業者 生意就大受影響三個月來閒得發慌 不知道還能撐多久 華納兄弟也坦言擔心罷工將衝擊內容生產 事實上華納兄弟旗下的MAX串流媒體用戶大幅下降 也影響到第二季的業績 原本有投資1萬電影和電視工作室在內的 美國玩具商孩之寶 也因為好萊塢罷工下修營收財策 並預計將以5億美元的價格 將1萬電影和電視公司出售給失門娛樂 鐵新文綜合導 提到經濟 星期四英國央行宣布升息一馬 這是連續第14次的升息 讓英國的基準利率來到5.25% 推上了15年的新高 而且沒有暗示升息的週期進入尾聲了 等於是給了市場新的警訊 高借貸成本還會維持好一陣子 英國的通膨現在是7.9% 他們希望年底降到4.9% 而國際原油價格這時候持續走洋 夏天這麼熱 已經把美國的汽油平均價格 推到今年的最高點 所以市場看法是 好不容易降溫的通膨率 因為油價變高 會不會從3%反彈到4% 上演二次通膨 毫無意外 英國央行週四宣布 升息一碼 將基準利率調升到 5.25%的15年新高 英國央行祭出連續第14度的升息 為市場拋出一大警訊 那就是借貸成本還會處在高位 好一陣子 回顧上週 美國人準會和歐洲央行先後升息一碼 並同步暗示升息週期進入尾聲 反觀英國央行並沒有透露要暫停升息的訊號 英國央行預測 目前7.9%的通膨年率 會在年底降到4.9% 降溫速度已經比五月預期的還快 至於通膨降溫速度超前的美國 有沒有可能上演二次通膨 在關鍵的國際原油價格走揚 和極端高溫的影響下 已經把全美普通汽油平均價格 推上今年以來新高 週三攀升到美加倫3.8塊美元 儘管分析師大膽預測 當前美國3%的通膨率將回升到4% 始聯準會再祭出兩次升息 但這份預期可能會因為 美國信品被調降的消息撲滅 這星期三大國際信品機構之一的會譽 將美國的主權債務評級 從最高等級的AAA降了一級到AAA+. 原因不止財政上的惡化 還有兩黨的惡鬥 信品調降消息一出 除了立刻引發拜登政府官員踏伐 後續效應也開始發酵 隔天會譽又將全美兩大抵押貸款龍頭 房低美和房利美的信用平等 同步降到AAA+. 讓美國10年期和30年期公債殖利率 應聲狂飆 觸及九個月新高 房貸利率也超著7%逼近 這樣可能使得美國消費者 找房買房更加困難 我強調與Fitch的決定 我相信它完全不保證 每股三大指數小幅收低 道瓊則是連續三個交易日下挫 市場除了持續消化被降頻的衝擊 還得接周當天盤後出爐的科技龍頭彩報 蘋果第三季銷售和獲利都超越預期 唯獨iPhone銷量意外下滑 拖累營收連續第三個季度縮水 反觀蘋果的Apple TV Plus等服務類項目成長強勁 不但付費訂閱人數已經突破10億人 營收也比去年同期大增超過8% 電商龍頭亞馬遜不只第二屆營收和獲利表現亮眼 更發表了樂觀猜測 因為上個月在一年一度Prime Day大促銷的加持下 讓亞馬遜看好第三季營收將優於預期 激勵盤後股價大漲6% 根據統計 為期兩天的Prime會員日 總共讓用戶省下超過25億美元 大約3億7千5百多萬項商品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國際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